料理之前對我來講 就是東臭西臭吧 東西煮熟 然後看起來好看 就算是一道好料理 哇塞 十秒 我們家其實是 我爺爺那個時候 他們就開麵包店 一直到現在 大概已經五十幾年的歷史了 本來想要叫她說 高中畢業回來 回來做麵包了 結果 她就一頭栽進 也是關於吃的行業裡面 之前家裡有一個 就是剪夜烤箱 只是只能調溫度的那種烤箱 買了一些食譜啊 在家裡可以做一點簡單的甜點 然後坐一坐就發現說 我對這個很有興趣 然後就開啟了我的料理的人生 第一開始走趁這條路的時候 其實家裡是非常反對的 因為我爸爸覺得說 坐趁這條路 其實第一個很辛苦 他沒有辦法養活自己 其實我從小就背負著許多的壓力 我們家是百年台菜的餐飲師家 其實也曾經在高中 就躲下世界甜點大賽的殊柔 其實我一直被這些光環所環繞著 所以我一直想找機會證明我自己 當我得知可以進棚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壓力好大 真的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條件 可以跟那些專業廚師進賽 相較之下 我就像是一張白紙 我沒有任何的一個優勢可以去跟他們競爭 隊友對我來說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最後選擇用抽選的方式 讓命運去做決定 看到很多的隊友相繼離開 那其實心裡都還滿不捨得 一敵一友的合作賽的時候 老師希望我親自淘汰我的隊友的時候 在當下其實對我來說是造成很大的壓力 不管是心情上 還是做人處事的道理上 其實對我來說都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我很謝謝Jason老師 他可能自己都沒有意識到 他在每一次講評的時候 帶給我多大的信心 帶著老師這份的鼓勵 我才可以面對接下來的比賽 後來才發現 料理跟畫畫很像 畫畫有需要很多媒材 像是蠟筆啊 什麼油畫啊 什麼不同的媒材 那在料理上面就是 不只是煎煮炒雜 它還有很多很不同的器材 可以讓你的料理更加的美味 更加的加分 這些都是我在這個節目 學習到的東西 料理是一件分享 那也是我的初衷 因為它是人跟人 最直接的接觸跟認識 所以說拿到食材 去把它製作出來 其實我想要分享給大家的味道 就像老師也告訴我說 有夢的時候就要去追 那我覺得成功不必載我 這句話 從現在開始不適用在我身上 所以在接下來的比賽中 我會盡全力做好每一場比賽 做好每一道料理 最後一場比賽 我想要用最一開始的信念 戰勝自己所害怕的 然後去挑戰自己所期待的 希望最後不要帶有任何的遺憾 不要讓自己失望 不會加油的 我都不會忘記對料理的好奇心 我會一直保持下去 就像我對畫畫一樣 對藝術一樣 我會堅持下去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比賽 也是我最後一次站在這個舞台上 我想用我們家族的台菜料理 來完整這一次的比賽 只有我 才是真正的料理之王 冠軍 我來了